第4942集 那9999架龙车 每一架车都是有四条金色天龙牵引 神威浩荡 龙车上的奇珍异宝 珠光宝气晃得人眼花 数不清的药材灵草 香气扑鼻而来 在龙车两边 则是解王殿派遣出的护送强者 个个神情雕悍 勇猛威武 队伍前方 一个青年男子 踩着一条风暴汇聚成的蟒龙 在前带路正是封帝君 来了 叶辰远远看到送礼队伍时来 眼瞳微缩望向折天摩地 折天摩地轻轻点头 示意说他已经准备好了 夏若雪 几思青 魏影 小黄 血龙 叶无尽等人 也是叙事待发 只等封帝君队伍一到 众人便要立即发难截标 将宝物夺走 再逃之夭夭 封帝君乃是无量强者 在他手下截标 极其的凶险 免不了死伤 但没有一个人退缩 叶辰心脏也是紧张到了极点 直觉告诉他 应该出去跟封帝君交涉 而不是直接动手 但交涉的话 多半没有好结果 毕竟戒王殿那边 不可能将阵魔石拱手相让 那阵魔石可是传说中 连心魔之巅 都可以抵挡阵压的存在 价值自然是非同小可 封帝君率重前行 忽然间停下脚步 举手道 停下 九千九百九十九架龙车 立即一起止步 停顿在原地 动作整齐划一 唯有一条条金色天龙的喘气声 封老祖 怎么了 左右戒王殿强者 走上前来问道 前面有埋伏 封帝君声音淡淡 目光直视前方的烟云 叶臣等人听到他的话 顿时心头悚然 难道被发现了 然而就在封帝君 话音刚落下不久 天空中就传出了一阵 爽冷的大笑声 冯老弟 好久不见 你身子可好 九天之上的虚空 烟云撕裂 一重重空间展开 居然出现了数千个 身穿重甲 手提剑戟 杀气腾腾的强者 为首一人 是个相貌深沉 一脸桀骜的老者 也是穿戴重甲 身后跟着十几个悬衣弟子 叶臣看到天上出现的 诸多强者 惊道 玄家老祖 笑望天君玄天骁来了 当他看到了老者的第一眼 天机捕捉之下 就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正是玄家的天君主宰 玄姬月的老祖宗 玄天骁 折天摩地 夏若雪 血龙等人也是惊讶 没想到玄天骁 居然就埋伏在天上 显然是过去的几天时间里 叶臣和玄天骁 分别埋伏 双方隐匿都是极深 居然谁也没有发现谁 现在封地君点破 玄天骁才现身出来 叶臣还是第一次看到玄天骁 果然发现对方的血脉气息 和玄姬月因果极深 正是玄姬月的老祖宗 而玄天骁的修为 也是极其恐怖 一样的无量强者 大气隐加持 不死不灭 混元不朽 举手投足间 主宰千军 雄霸百万师的大威士 就显现了出来 充斥着上位者的威严 界王殿的强者们 看到玄天骁降临 甚至带着几千个 重甲强者 所有人皆是悚然色变 拔出了刀剑 封地君却是平静的模样 向着天上的玄天骁 拱了拱手道 玄老哥 万年前一别 时间匆匆 脱老哥的福 我身子还好 只是老哥 你憔悴清俭了 玄天骁叹息一声 副手道 我玄家圣女玄姬月陨落 老哥我最近这些时日 可一天都不曾安息过 哪像老弟你 整天逍遥在外 毫不快活 命运之主玄姬月 可以说是玄家的天命之女 但最近死在夜晨手里 太上玄家无比震动 惶惶不安 显天骁的憔悴 也正是因此 封地君笑道 我早就说过 轮回必将登顶诛天之巅 别说你家一个圣女 便是羽黄谷地 至高意志 都掩盖不了轮回的光芒 老哥你还是尽早弃暗投明 和我一道投靠轮回罢了 封地君这番话落下 对轮回的态度激起尊敬 夜晨和遮天魔力等人 相视一眼 轻轻皱眉 封地君显然没有背叛 那他为何要投靠戒王殿 玄天骁 听到封地君的话 脸皮微微抽动 白白手道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 多说也是无意 咱哥俩各为其主 以后免不了刀兵相见 今天念在旧情 我不想跟你动手 只想问你讨要遗物 封地君道 不知老哥想要什么东西 我奉借王殿之命 送礼去太上世界 献给喜严先宗 庆祝他们剑派千年 这九千九百九十九架 龙车真薄 老哥你可任意 挑选一批拿走 除了震魔石你不能拿 其他东西尽管随意 玄天骁音策策地一笑道 这可真是不巧 我刚好便想要那一块震魔石 他手掌挥出 手指一勾 其中一架龙车便是震荡起来 有一块黑色的石头 升天飞起 封地君脸容不变 手掌虚压 那黑色石头又重新掉落下来 那黑石自然便是震魔石 封地君笑道 老哥 这可抱歉了 这次送去上面的礼物 就属震魔石最为珍贵 我不能给你 最近地势天复苏 甚至有登顶心魔之巅的迹象 这块震魔石可以防御他的心魔剑技 世界王殿送给喜炎仙宗的礼物 可不能给你啊 闲天宵道 喜炎仙宗不过建立千年 算得了什么东西 有何资格与我万须神殿相比 与其送给喜炎仙宗 倒不如送给我算了 封地君道 哎 老哥此言诧异 要知道喜炎仙子 乃是古之圣贤 当今流传的洪荒古贤之中 唯有洪君 吴祖 兼家 喜炎四人 有道统留下 喜炎仙宗能继承喜炎仙子的道统 钱力非同小可 借王殿送礼上去 是交好之意 何况宇皇古帝的脾性 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家伙刻薄寡恩 送礼给他 不可能有回报 闲天宵听 封地君点出宇皇古帝的不是 却也不敢轻易附和 毕竟他还在万须 当下便道 那真魔石不是万须要 而是我要 封老弟 念在咱哥俩多年之交 还请你将阵魔石给我 我马上带人离开 绝不阻挠你去太上世界 封地君上下打量 玄天宵一眼 老哥身在万须 还怕了那帝是天吗 玄天宵道 老弟有所不知 掌教至尊 准备派我去黑暗近海 对抗魔祖吴天 我离开太上世界 没了万须大气韵庇护 心里实在没底 老弟啊 那阵魔石对我极为重要 还请老弟将东西给我 我只求一个心安 当哥哥我求你了 封地君听到玄天宵 要去黑暗近海 甚至要对抗魔祖吴天 脸容依然是波澜不惊 显然早收到了情报 微微笑道 玄老哥 前儿真对不住了 这阵魔石无论如何 都是不能给你 这番话一落下 戒王殿这边的强者 还有玄天宵手下的强者 都知道谈判不成 杀法难免 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玄天宵见封地君连番拒绝 脸容终于忍不住 阴沉了下来 怒道 封地君 你这是给脸不要脸 你一条背叛万须的丧家之犬 我给你面子你不要 非要撕破脸皮是吧 封地君沉声道 玄天宵 你想截标夺宝 便尽管早说 何必啰里啰嗦 风某何惧 话音落下 封地君浑身灵气爆炸 刚风大起 狂乱的风暴席卷诸天 无量强者的威严 彻底爆发出来 玄天宵仰天大笑道 好 很好 封地君 就让我看看 你叛逃万须这些年 修为到底增进了多少 玄天宵凌空飞降而下 属于他的无量威严 也是轻刻间爆发 将周围虚空都碾碎 撕扯出一个个黑洞漩涡 而后无穷的灵气洪流 迟迟作响 化作漫天神雨 无比凶悍向着封地君 斩杀而去 这是玄家的独门神通 叫通天玄雨气 可将灵气化作神雨 杀人斩敌 无往不胜 一片片神雨 如从凤凰身上掉落而出 金灿灿的能量极其恐怖 在一瞬之间 千片万片神雨 随着玄天宵的降落 铺天盖地地展向封地君 玄家的强者与弟子们 齐声喝彩 封地君面对玄天宵的神通 丝毫不拒 大手一挥 便有一道道风刃 汇聚成乱刃风暴 狠狠往前轰出 那千万神雨 被风暴卷中 顿时随着龙卷风 冲天而起 两位无量强者对抗 一照面的交锋 领得空间崩塌 法则磨灭 千万里烟云卷洞 风雷声轰隆隆大阵 地下的湿山血海 无数白骨 都受到剧烈的冲击 雾扑地爆炸起来 大地处处出现 白骨血水的冲天血柱 解王殿和玄天宵手下强者们 两边人马 在那强烈的气势冲击下 都是连连后退 叶晨等人 也是感受到 一阵强烈的冲击 却在这个时候 叶晨却敏锐发现 所有人的目光 都放在风帝君 和玄天宵的打斗上 没人再去管那震魔石 陈魔石与诸多天才地宝 精精摆放在龙车上 好机会 叶晨健壮 眼睛顿时一亮 这是千载难逢的夺取时机 他神念释放出去 与魔帝 夏若雪 血龙等人交流 事已动手 伴随了一阵 惊天龙吼 血龙率先杀出 他龙爪探出 那血色龙爪 在这一刻爆出铁黑铁黑的盲气 宛如要将天地都铁化了一般 狠狠向着镇守龙车的强者们轰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